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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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也是广大观众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了节节会怎么办 那么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咱们这大屏幕上显示的就是两个肺节节患者的CT的图像 在CD图像上显示的小于三公分的这种不透光的影像 我们就叫肺节节 当然它不能伴有肺不张或者这些情况的情况下 我们称它为肺节节 肺节节的形成原因也是复杂的 它不光是我们肺炎以肺节节的形式来表现 其他很多疾病都是以肺节节的形式来表现的 而且肺炎还是占少数甚至是极少数 因此大家发现肺节节首先不要惊慌 因为你90%的可能性 甚至95%都不是 首先不要惊慌 疗性节节形成的这个原因 比如说有结核了 有淋巴结了 有炎症了 有肺泡出血了 美菌感染了 特殊菌感染了等等 都是几十种的可能性 甚至几百种的可能性 都不要惊慌 或者你吸入粉蝉什么的 这都形成一种肺节节 它们都不是恶性的 所以就是从这个大数据上来说 90%这个节节可能根本不是这个恶性的 不必过于恐慌 好多患者到我们门诊都是说 张大夫你给我看看这个节节 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 有的时候拿着一次CT片子 就是一时的报告 很难做出准确的一个判断 所以我们需要病人有一个随法的过程 因此遇到肺节节 无论你是不是恶性 都有的是时间观察 都需要一个观察过程 因此我跟病人说 我建议你如果是发现了肺节节 你应该怎么办 应该作为一种慢性病来管理 比如说我们的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压 我们不能把心脏切了 是吧 我们也不能把你的一线切了 就是说 不必大惊小怪 对 我们当成一种慢性病来管理 因为它即便是恶性的 你观察了之后 将来的治疗效果 充足的时间 对 将来的治疗效果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慢性疾病的对待 可能也是我们长期的一个朋友 我们经常要关注他一下 打个招呼就可以了 那下面我要考考你了 我这有个图 看一下 你看 这是废片子 废部的一个模型 你用这个橡皮泥来表示一下节节 你觉得什么样的节节 它会有问题 比方说有这么两个 一个大一个小 那肯定是这个大的是有问题的 这个小的呢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判断我觉得还是挺聪明的 那同时其实大的 绝对是大的 小个的没事是吧 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 是不是跟它长的这个形状 是不是有点关系 比如长得这个比较难看的 比较圆滑的 就是这个 光光的 对对对 它表面上是不是应该这样的更好 也好一点 具体是不是怎么个情况 我们先请我们这个张主任 跟我们来这个讲解一下 来 张主任您看一下 这个肺结节 从节节恶性可能性上来分析 当然是越大 那么它的恶性可能性是 概率是越高的 这是我们有充足的依据的 但是呢 也不能完全根据这个大小来判断 比如说它内部有没有钙化了 它周围有 这个节节周围有没有毛刺了 它离着胸膜近有没有胸膜牵拉了 比如它有没有这种血管的像这个汇集 我们叫血管急速症了 或者是有没有血管穿入了 这些都是综合的一个判断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我们这个节节 比如说你一年前的 你做的CD片子和现在的有没有变化了 你要是有变化的话 那么你即使看着很像良性的 如果它增大了 或者是说它内部的这种实际成分增多了 这个也是恶性的一个提示 因为它是必须要综合考虑 而不能我们仅仅因为一个 通过一个大小来决定它的量 主任 其实我的理解 我的判断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来观察 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观察 也就是它的变化 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一个根结点 一个核心 可以这样理解 是吧 可以 如果原来没问题 风平浪静 它是一个静态的 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大小都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那突然它有一个增大 即便以前我们判断它是良性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也要密切的关注它 可能很危险 是 所以这个动态的观测是很重要的 定期的复查 这需要多长时间去复查 总体上来判断 它的恶性风险度高 那么我们的复查就要密集 比如说我们三个月 甚至有的时候两个月 甚至的时候 就是说三个 以三个月为周期 这么三个月三个月的复查 如果咱们感觉 它本身就是一个良性的阶级 而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变化 那么我们可以 也可以一年一复查 这个是根据节节的不同的 这种判断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复查主要是查什么 肺部CT是我们 检查肺部 最好的一个手段 当然我们磁工阵 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手段也可以查 但是他的这种看这种对比度 都不如我们的肺部CT 所以说蚂蚁可以叫您妹妹去找 张主任看一看 具体的来进行一下辨别 张主任您给我们再详细的讲解一下 肺节节 大致分为三种 一种就是毛玻璃性结节 一般毛玻璃结节 就是说我们看起来 这块结节的组织 它模模糊糊的 它似乎能透过这个结节 看到里边的这种血管 小的血管和气管 就是相当于我们透过毛玻璃 来看一个东西一样 不是特别的清楚 不像周围清楚 但是还能看到 也能看到 那么我们要是说 实性结节是什么样子的呢 实性结节就是完全的这么一个东西 完全的这么一个东西 它掩盖了肺组织的所有的这些结构 就什么也看不到 对 什么也看不到 只能看到一个这样的结节 您这个演示太清楚 这叫实性的 这叫实性的 那么这种毛玻璃 一般来说雅实性结阶 它是由毛玻璃眼变过来的 就它中间出现了一些实变的点 它中间出现了一些实变的 在整体这模糊的背景后 中间出现了一些实变的点 明白 而且你随着它的观察 实变的点越多 面积越大 那么它恶性的风险就越高了 毛玻璃状的 如果一旦中间出现了 这些实性的这些病变 或者这些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 就要高度关注它了 对 可以这样理解 那么实性的如果在大小上 也发生变化 那么这时候也要关注它 对 一般大小发生变化之后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手术介入的 就是时机了 这个时候就不能再拖了 这我们叫中止随访 叫手术 有一个大概的规律 你像毛玻璃节节 8毫米下的 基本都是随法 但是这种实性节节 大于一公分的 而且长期存在 又不能排除恶性可能的 这种我们还是要鼓励积极一些 当然也要看这个 根据我们这个患者的个人的情况 您比如说80岁和40岁的治疗方案 就不太一样 这需要我们综合考虑 那我还想问主任一下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 在咱们的检验报告里头 会不会体现出来 就是说出来 是什么性质的节节 渐渐的呢 咱们的各个大型医院的 体检报告 或者是咱们CT出的 这个诊断报告里边 都会提示你是 什么什么什么性质的 是哪个部位的节节 而且呢 一般在描述里边 还会给你描述上 节节是多大的 位于什么位置 就是说它的大小 它的位置 对 还有它的形状 到底它是三种里面的 哪一种的节节 都会很清晰的告诉我们 对 实际上我们可能 在做体检的过程当中 这些信息都已经了然一凶了 都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来进行观测 大家不必过于警慌 看到这个节节了以后 就感到很害怕 惊恐 我们经常在公共场合 看到有一个牌子 叫禁止吸烟 就是这个吸烟的问题 是不是容易导致我们的肺部节节 或者说我们戒烟 会不会对我们的肺部的 这个节节也会有好处 吸烟肯定会导致肺部节节的增加 因为这个我们是 就我们临床经验就能看得出来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一看这张片子 如果你吸了吸烟在十年 一看这张片子 就能大概知道你吸不吸烟 吸烟呢 它会造成什么呢 肺部的就是一些肺气肿 而且呢 它因为它吸进的粉尘多 这种粉尘呢 到肺里边沉溺了以后 也会形成一些节节 所以这个它的节节 就会比别人多 戒烟肯定是对肺部 是非常有好处的 戒烟是必须要做的 那我想问一下 那吸二手烟会不会也有危害啊 因为我现在正琢磨我妹妹这事 我现在这脑子瓜子广在想 她就纠结得不得了 她觉得我又不吸烟 我们家又没有这个遗传史 为什么我会出来这么大个节节 她就受不了 但是她爱人是吸烟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二手烟 我现在没有研究过这个二手烟和一手烟 有什么差别啊 这个烟雾成分里 但是我觉得 只要你能看见这个烟雾 那肯定是有 是有细微颗粒的 那就吸进去了 对啊 就是啊 比方说就在这一间屋子里 她爱人吸烟 她不吸烟 实际上这种吸 是不是也有受害啊 有 它的空气质量是 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大家其实自始至终 对待这个问题 态度就非常非常的清晰 就没有改变过 就一定要戒烟 因为她对我们大家是百害无一利 但是可能很多人因为这个成瘾嘛 喜欢也不是很好戒 但大家有这种意识 还是真的是 劝劝您身边的人进行戒烟 这样保护我们的肺 对啊 我也想对音频前面的我的妹夫们说一句 为了你的媳妇和孩子这些人的 还有身边吸烟的那些朋友们 你为了你家人的健康也要戒烟 对不对 对 百害无一利这个吸烟 那主任就是关于这个肺部节节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给我们大家的提的一些注意事项 一些建议 首先就是戒烟 这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呢 尽量避免这种环境 进入这种污染比较重的这种室内 或者环境 或者做好自身的防护 另外呢 就是尽量增加一些体育锻炼了 增加一些肺活量了 比如说游泳啊 或者什么这个 能够让你这个肺活量了 或者是肺部这种机能更好一些 当然这不一定能防止肺部节节 但是它确实是能够强健你的肺部 任何的有氧运动 或者跑步了 游泳了 或者是爬山了 其实都能起到一个强化 就是强健肺部的一个功能的作用 只要让你心跳加快 呼吸加快的 都是 可以锻炼我们的肺部 对 实际上从这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只要我们身体的自身的免疫能力强 那么对于任何疾病 那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抵抗的这么一个能力 你就增强了自身的能力了 对 好的朋友们 我们这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有不少孕妇认为孕妻只有躺在床上静养才是对宝宝好 殊不知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 如果缺乏运动不仅会导致孕妇身体变得越来越肥胖 同时也不利于腹中胎儿的发育及日后的顺产 所以适当的运动对孕妇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 每天傍晚坚持散步既安全又实用 因为晚餐营养容易过剩 形成堆积而导致肥胖 而且傍晚空气质量比较好 养分含量较高 母体血液中的养分含量高 直接会传到胎儿体内 促进胎儿的各种器官健康发育 另外散步能增加孕妇盆腔的收缩功能 增加孕妇腹肌的弹性 防止胎儿胎胃不正 让孕妇分娩时更顺利 好的 再一次感谢教主任跟我们带来的专业的分享 谢谢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